SqiGi 浩義晚安 柴歌牽 柴歌牽是什麼型的綽號 晚安 我最可愛的睡花洋襟 對啊 因為今天實在太熱了 我又把...我又把睡花洋裝拿出來穿了 晚安 變成謝謝你們晚安 那個什麼 HOLA KWRY晚安 我現在會穿柴哥專業的檳榔T恤去 然後就意外上台 HOLA 這算是一種收穫嗎 我覺得自己好像... 我覺得自己好像掛了感冒 怎麼辦 我想說不會中就穿柴哥去 我想說不會中就穿柴哥去 這種想法 就是會中啊 都喝完開水 我跟妳說我這一瓶水喔 我這一瓶水 我才剛買 然後我喝的第一口就已經喝... 把這麼多都喝完了 就是...我一直在... 瘋狂的灌水 然後... 就覺得喉嚨很痛 就是喉嚨有點痛 然後... 就是...最近... 也是... 也是會睡很久嘛 就是... 只要鬧鐘沒有響 我就會... 睡超過9小時的那種情況 所以有點擔心自己感冒 而且... 最近也有不少成員感冒了 所以... 可能會傳染來傳染去的 真的... 果然... 夏天真的比冬天還要容易感冒 這是夏天真的容易感冒的季節 是不是感冒了 我也覺得很像感冒 可是我不想吃喝東西 一直吃奇異果會好嗎 好煩喔 我現在就只能一直瘋狂的喝水 如果... 如果... 明天還是沒有比較好的話 我應該就會去看醫生 笨貓晚安 然後... 我一直打噴嚏 多吃點營養的東西 然後... 喝喝水現在整整 燒開晚安 然後... 博弈晚安 哲偉晚安 李天天晚安 卡丘晚安 米家樂晚安 這不是正俗嗎 嗯...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被傳染還是怎樣的 很像... 一直... 一直流鼻子 然後... 腦袋也有點... 好像... 體力好像也變很差 一直想要睡覺 我開播之前才... 小睡了一下一下 差一點... 差一點要起不來了 我睡到... 我睡到下午三點半 然後我差一點就起不來了 蛤... 蛤... 炫耀晚安 布姆斯 小翼晚安 鳳姨晚安 我最近... 很喜歡買... 就是... 這個水 因為它的顏色很好看嘛 它每次出這種... 新的顏色 我就會... 想要去買 然後買到顏色很好看的水的話 就是那天的心情會很好 我是這麼... 就是... 有時候... 有時候讓自己心情好的... 那個... 方法蠻簡單的 就是... 把自己喜歡的顏色 配在自己身上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會把... 喜歡的顏色... 的髮夾 配在自己身上 然後有時候是水 然後有時候是什麼... 手環什麼之類的 通常帶點什麼東西出去的話 它其實也會很好 暖風碗 約隊的午安安 午安安 呃... 呃... 男公務碗 晚安安 那就要多睡一點了 不過一天睡太多 好像也不太健康 就是... 一個人... 建議的睡眠時間大概在6到9個小時 那如果... 超過9個小時的話 其實是不太健康的一件事情 結果... 結果... 結果我前幾天 因為鬧鐘沒有想 然後... 我好像就這樣直接睡到了... 中午11點吧 可是我大概... 12點多的時候去睡 所以我睡了11個小時 那我覺得真的睡太久好像也不是很好 有一件事情 代表身體可能... 身體可能最近狀況不太好 才睡這麼久 嗯... 覺得喉嚨痛就少吃點油炸的 然後盡量食用少油食物 吃比較刺激的食物反而會... 讓喉嚨更痛吧 大家有看到我們這個月的... 真寫真嗎 是... 夏日主題 大家都穿著... 很漂亮的... 洋裝 然後... 有種... 要一起去海灘玩的感覺 是刺激的食物以圖公圖嗎 好奇大家都是穿師服嗎 嗯... 那個也不算是大家的師服啦 嗯... 因為你會發現有些人的衣服是一樣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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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 去泡個澡或者是去幹嘛 可能會對身體... 可能會對... 感冒有一點幫助吧 嗯... 雨露的眼睛好像腫喔 有嗎 我看一下 我覺得還好耶 我今天沒有... 我今天其實沒有很腫 因為我今天沒有睡很多 所以... 嗯... 我昨天從... 我昨天從... 我昨天從晚上... 晚上幾點 晚上11點多 然後躺到... 躺到可能... 一兩點 然後才睡著吧 然後中間又醒來了 好幾次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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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澡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能又要再去... 再去多買... 多買幾瓶水 好...等一下 先不講這個 就是... 日式的受血針 然後... 我有上那個... 那個封面嘛 就是每次宣傳的那個封面 雖然就是小小的 解析度很低 所以... 大家要... 買起來 又可以看到清楚的日路了 雖然我... 本人真的是... 我本人真的是非常的討厭 非常的討厭夏天 可是... 嗯... 嗯... 你的限動超洗腦 明星晚安 所以我今天想要... 喔... 我就要弄了吧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問大家... 你們... 這麼熱的天氣 通常會做什麼事情消暑嗎 想問大家會通常會做什麼事情消暑 不然這麼熱實在是... 很不舒服 因為台灣... 台灣濕度又很高 所以... 一到夏天 就是整個... 整個人都會黏乎乎的 然後... 黏乎乎的 然後... 頭髮也會塌掉 妝也會花掉 所以... 目前... 其實找不到幾個... 喜歡夏天的禮物 這樣是雨露直播嗎 可是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看自己直播啊 怎麼辦 一直躲在公司吹冷氣嗎 可是... 真的... 一直吹冷氣對身體不好耶 一直吹冷氣會... 身體的濕氣會很重 是西瓜嗎 一到夏天... 瞬間... 人就變成史萊姆了 在家就洗澡吹冷氣 然後... 帶帶晚安 女孩子可能比較麻煩 還得考慮妝容搞掉 恩... 而且我們補妝的時候還要先把... 身上所有的汗擦乾 然後幹嘛的 才有辦法補妝 不然... 你的化妝品會全部都濕濕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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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每次培訓完 就是... 運動完之後 然後就是... 汗一直... 汗一直流嘛 然後那個汗都擦不乾 然後都沒辦法補妝 怎麼... 放假就可以一個小時了 冷氣幫助入眠 直接關機度過熱的時間 我會一直喝水 草莓醬晚安 我最近覺得... 雖然也不是最近的事情 就是... 我發現... 我發現... 裸睡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這個一件... 欸我真的覺得裸睡超級舒服 裸睡就是... 自己睡不著的時候 然後... 嘗試... 嘗試裸睡 結果就突然... 一覺吼眠 因為... 之前有聽說就是... 裸睡的話 可以很好的降低... 身體的溫度嗎 然後... 我就覺得... 我就想試試看 結果... 我發現... 裸睡根本就是超級舒服的事情 就直接開啟新世界 然後... 然後... 因為我跟我妹睡在一起 然後... 每次我都要等她睡著之後 我才有辦法裸睡 不然她會... 強烈的抗拒 先不要 哈哈哈... 可是裸睡真的很舒服 然後... 你試過... 你試過裸睡之後 你就會覺得... 人類為什麼要穿著衣服睡覺了 那種感覺 就是會變得很涼... 很好睡覺 然後... 身體也不會有... 就是一直有布料跟... 身體... 皮膚摩擦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 哇... 現在... 文明社會 人類穿... 衣服睡覺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 的感覺 還有那種... 我其實需要睡衣嗎 的那種感覺 哈哈哈... 可是其實真的很多人... 就是... 尤其是男生啊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基本上會跟裸睡差不多 因為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爸爸也是很怕熱 所以... 他都會穿一件... 短褲在睡覺而已 有時候就穿一件短褲在睡覺而已 我覺得那個其實也跟裸睡差不多 就突然覺得裸睡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可是... 我其實不是... 我其實是... 我其實是... 最近才發現裸睡的美好的 我一開始是一個... 要... 穿著... 很多便服嘛 就是... 嗯... 我都會穿得好好的 才睡覺 嗯... 的那一種 然後... 後來就... 突然哪一天發現... 裸睡的美好之後 就會... 不想要... 不想要穿著衣服睡覺 就會覺得衣服很礙事 然後... 就... 都不會想穿著衣服睡覺 應該是夏天限定啊 我不敢裸睡嗎 我自己就是... 衣服都會穿好好的睡覺欸 可是真的... 發現裸睡真的是太... 太舒服了 是一件很Nature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對... 我從小就是... 全腹中在睡的 也試過不穿 但是就是沒辦法睡嗎 對啊 我以前也是... 全腹中在睡覺的 而且我以前不怎麼喜歡穿睡衣 我以前都是... 比如說我明天... 我明天上課的時候 要穿運動服 然後我就都穿著運動服在睡覺 然後早上就不用換衣服 我以前是那種... 過敏仔吹冷氣 無法不穿衣服睡覺 可是真的裸睡還是要注意身體的保暖 就是被子還是要蓋好 如果你有踢被子的習慣的話 就最好不要 因為你可能肚子什麼的會著涼 然後身體著涼的時候就會感冒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睡相很好的人 所以... 我不會踢被子 我沒有這個困擾 我基本上睡著了之後 我就是一動都不動 就是... 我基本上是平躺 然後... 平躺的時候 我會一隻手頂在自己的頭上 就是... 有一點... 一隻手舉著 然後通常都是這個姿勢在睡覺 然後只要我睡著了 就基本上都不會動 你穿著運動服睡是因為隔天可以晚點起床嗎? 對啊 然後... 那個什麼... 反正這是最近一個... 我覺得還蠻消暑的方法吧 可以少開一點冷氣也好 就是因為自己... 自己很懶惰 所以... 會...會穿著... 明天要穿著衣服睡覺嗎? 我還試過穿著... 穿著制服在睡覺嗎? 就是... 制服褲不是都蠻硬的嗎? 然後... 我穿著制服睡覺 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嗎? 以前是這種狀況 真的都是全副武裝在睡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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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到... 不太好的東西耶 這個是怎樣啊... 你該不會是什麼 奇怪的機器人帳號嗎 跟最近IG出現的那個很像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封鎖人 好像還沒有封鎖過人 可是這個要怎麼弄呢 我來研究一下 以後講一些奇怪的話的人 全部都要掰掰喔 我的臺非常的健康好嗎 我的臺健康 不可以有這種怪怪的留言 所以身為正能量偶像的我 必須幫你封鎖 跟走吧 欸 研究中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已經把他永久的踢掉了 然後這個人如果出現在其他成員的直播間 也請大家提醒其他成員把他趕走唷 抗拒羅碎 如果大家有看 以後還有看到這個人出現在其他成員的直播間的話 記得 把他 記得跟其他成員說把他封鎖 然後跟其他成員說 你只要點進去 就是點他的名字 然後 他的頭像的 他的頭像的左上角會有一個管理 然後那個管理按下去之後 會有一個靜眼 然後還有一個 踢出直播間 然後還有一個 永久踢出直播間 我直接選 永久踢出直播間 不可以講這種話耶 講話要看場合啊 怎麼這樣呢 聽說我的冒牌我剛剛來作亂 對啊我就覺得 奇怪 他的名字是不是亂打的 因為 我認識的 我認識的國術好像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 我覺得他是亂打的 說不定他有 說不定他有好幾個帳號可以 就是一個一個這樣子的去騷擾成員 所以大家 有看到這種人的話 就多多的監舉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監舉 請威廚我們直播間的乾淨 我們就抓他出來打球 他有好幾個帳號對不對 對啊 通常這種都不太會怕被鎖耶 他們被鎖的話 就只會找 他們被鎖的話 就只會 就是再開個帳號 然後 繼續騷擾成員就好了 通常都不太怕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沒有 如果不用留真實的資料 就可以辦 就可以辦帳號的話 很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些 匿名的 然後很多的 幽靈帳號 還是什麼的 不用留下自己真實的 真實的 資料嗎 然後就可以辦好幾個帳號 所以也不太會怕被鎖 應該是沒有地方可以去之後來雲霧台嗎 欸我有被認識嗎 有啊 我覺得你 很有 很有特色 所以很快就記住你 聽到有震撼內容 衝進來看怎麼了 其實也沒有多震撼 這種事感覺 遲走都會遇到的啊 只是目前 因為我們粉絲大家的素質都很好 所以 才沒有這種事情發生 不過 我是覺得這種事發生也不奇怪啦 Bender馬上就繪圖轉身 謝謝雨露記住我 我會 他們比你還要熟班人吧 辛苦了 需要看這種髒東西 罵 其實對我來說也不是很髒的東西 就是覺得 就是覺得 這個行為不太好耶 因為 人會有七情六欲是蠻正常的 不過不可以這樣子到處去猥褻人家 想想人家的感覺嗎 真是的 據說他有十幾個帳號 但是人生的時間只剩下 拿來做這種事情嗎 怎麼可以這樣 我是沒有這個閒時間去辦這麼多的帳號 不過這個 這個人到底是針對誰來的也不知道 或者是他就可能只是 就是 亂槍大鳥嗎 隨便 隨便騷擾 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啊 說不定以後也會有那種 匿名的 就是 匿名的人又來做這種奇怪的事情 而且 不一定是刪得掉的那種 有時候太多 太多的話 就會變成 自己想刪 也刪不掉的情況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明星嗎 或者是有一些 公眾人物 他們會選擇直接關掉 他們 他們sms的 留言功能 有可能是因為被騷擾的不堪其擾 所以他們就會直接關掉他們的 那個留言的功能 直接讓大家不能留言 這個也是可以的 看個人自己決定吧 今天都是 夕陽歌系列 我有推的台他都去過 你是最後一個被侵入的 又加入讓雨露妹妹好好睡覺協會嗎 這什麼協會 今天久違的出來玩 剛到台中的旅館第一件事就是 看雨露直播 我 去台中玩 我也好想去台中玩 我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出遠門 然後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都沒有什麼出門 我也蠻想去台中 我想要去台中逛夜市 我很喜歡這首歌 都要去台中嗎 然後叫做 Mouse 叫做 中文的意思就是 我是一團糟嗎 中文原諒就是 我是 亂七八糟 一團亂的感覺 然後我也喜歡他那個 有一個慵懶的 有點瘋狂的那個感覺 那MV也拍得很棒 然後整個 錄到了 我覺得那個人表現 表現出來的感覺很棒 音線 翻成中文感覺好怪對吧 我也不太知道怎麼翻成中文會比較好 I'm a mess I'm a loser I'm a loser 嗯? 不要讓余露妹妹因為姐姐裸睡睡不好的邪惠 沒有!我是等她睡著了之後 我是等她睡著了之後 而且很奇怪 以前 以前明明都是她問我說可不可以裸睡 然後我就一直跟她說不要 結果長大之後變成 我問她說可不可以裸睡 所以她跟我說不要 這什麼奇怪的 反過來 阿瑞さん こんばん 我就廢物 哈哈哈哈 要這樣翻好像也是 也不是不可以 風水輪流轉嗎? 這對姐妹 欸 欸? Instagrammimashita yo 好 一路跟你請個字 約會 我不會去要上班 明尼空再去 好吧 欸我們 我之前沒有參加到 我們的夏日 就是 不是夏日約會 是那個什麼 日草地的奇蹟的約會 結果這次的夏日約會 我竟然有辦法參加到 開心 我不太清楚 那個 約會是一個這樣的形式嗎 好像是 圍成一桌嗎 然後跟粉絲很近距離的講話 這樣子 可是是一對一嗎 我也不清楚 那個時候有去日草地的粉絲 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是一個 一個成員跟好幾個粉絲講話嗎 我記得不是一對一的 多對多嗎 多對多喔 多對多 多對多就比較不會緊張耶 可是 多對多的話很擔心 就會變成多 會不會 會不會 多對多我反而會有點緊張 然後成員會輪流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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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對四個粉絲 可是就算不能去我們的活動也不用請罪啦 怎麼那麼可愛 場場都到本來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就是要努力工作才有辦法 來我們的活動對吧 要努力工作才可以來我們的活動 所以努力工作也是應援偶像的一環喔 大家加油 沒辦法來活動也沒關係 是呀對吧 好好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也是應援偶像的一環 不一定要一定要到現場 卡樂團練團我不能再不去了 卡芊好好練團喔 你的團員 不要放著汗不管 哈哈哈哈 滿滿生氣怎麼辦 感覺票就很難搶嗎 這個對你們來說是一個怎麼樣子的活動啊 就是這樣子 綠草地約會或者是夏日約會 對你們來說是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也想知道我要怎麼準備這樣子的活動比較好 生氣我會很難安撫 你就去練習就不用安撫了 他們就不會生氣了 好嗎 算是神活動 夏日祭典最神 沒問題會好好上班的 好喲 笑著棒棒 加油 下一個要聽著我 我嚐一下 想找一首歌突然忘記歌名是什麼 應該是我忘記他的歌手叫什麼名字 可是我很喜歡他 我直接打歌詞上去好了 應該就找得到了 哎呀 來了 知道了 是這個嗎 我想放個不是結束歌嗎 叫做 好笑喔 很喜歡那一首歌 一緊張或是胡言亂語 而且有可能會講不出話 好處就是可以跟不少成員互動 而且坐著比較不會讓成員覺得我在緊張 綠草地對大滴滴來說 花一樣的錢比握手會的CP值更高 可是 這個活動就不能握手了吧 還是可以嗎 我記得好像 不能握手吧 就是不能 就是只有聊天而已 變成沒有 就變成沒有肢體上的接觸就是聊天 啊 上次結束可以自己講 只能拍手嗎 可以自己講 結束可以也自己講 沒握手應該比較不會緊張的 其實握手會我都當聊天會 我跟巴拉幾乎沒有在握手 都在聊刺青梅甲 不一定吧 如果對於比較想要 享受自己跟成員兩個人的時間的粉絲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握手會比較喜歡 但是喜歡這種氛圍 就是不會太緊張 然後 嗯 比較輕鬆這樣子 坐在很近距離聊天的活動的話 嗯 也是另外一種感覺 握手對手汗多的人來說 還是別握吧 聊天就好 不過我其實也不建議大家手汗很多 會分泌汗液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只是可能劉手汗 劉手汗的那個人本身會建議 我個人是不怎麼建議的 愛思 晚安 我羨慕夏日 約會活動 為什麼要有完整聊天時間要比 約會花很多啊 的確 所以這兩個活動各有各的 優缺點讚 都好 都參加 我也想試試看 我也想試試看 一次跟好幾個 好幾個粉絲一起講話 約會好多人好可怕嗎 有嗎 有這麼 所以愛思不喜歡這種 很多人一起的活動 約會運氣不好的話 還會遇到強化的 的確 而且會不會變成到時候 我不知道要聽誰講話比較好 可能大家 大家同時講話的話 我會 欸我要先聽哪一個人講話這樣 可是我應該會 如果是我的話乾淨我會 比如說有三個人同時在講話 然後我就會先問 可能最左邊那個 或是我覺得最先講話的那個 說 喔你剛剛說什麼 然後等他講完之後 我再問下一個 你剛剛說什麼這樣子 然後一個一個回答這樣 不喜歡跟人類在一起嗎 愛思是人類過敏嗎 對人類過敏 近距離看泛珍蟲嗎 還是愛思跟其他粉絲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變得不怎麼 不怎麼想要講話了 講話的機會就被其他粉絲強作了這樣 同桌如果有知名粉絲就更好玩了 可以把焦點放在他身上 會不會有幾個粉絲在粉絲圈裡面也是人氣很高的這樣 就是那種知名粉絲 被很多成員認識 然後也被很多飯圈的人認識 人氣很高的 人氣 好可愛喔 櫻桃媽晚安 夢醒沒有去過 我想要跟大家 就是我今天買了一個麵包 然後 我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 我其實很喜歡這個麵包 就是 螺旋麵包 可是我喜歡的是裡面包巧克力餡的 我喜歡裡面包巧克力餡 巧克力奶油 就是通常 好像傳統的裡面都是包奶油跟葡萄乾 但是我喜歡的是包 包那個巧克力醬跟 可可豆的 然後全家 全家之前有賣過這個巧克力螺旋麵包 然後 它真的就是裡面是巧克力奶油跟可可豆 我覺得那個超好吃 我覺得那是神 神麵包你知道嗎 就是我每天下課都要去買那個 然後只要一天當中我可以吃到那個麵包 就會覺得超級幸福 我下課的時候就會去買 可是這個現在全家已經沒有賣了 所以 我一直在等它到底什麼時候會再發售 就是明明就是一個這麼好吃的麵包 我很少在買麵包 然後 嗯 也很少吃超香的麵包 但是 那個麵包我真的覺得超級好吃 巧克力螺旋真的超好吃 但這個不是巧克力鮮蛋 我是從 我這個麵包我好像是從哪裡開始吃啊 我是從這裡耶 就是有餡的地方 餡跑出來的地方開始吃 夜飯 夜飯 哪有什麼要吃 夜飯 哪有什麼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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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買螺旋麵包吃給你看 你好壞喔 真是 不過說不定9月20 9月20當天我不一定會想吃螺旋麵包 只是今天特別 想要買買看 想說等一下餓的話可以拿來吃 不然就是當成明天的早餐 好 女文在家 家裡不想吃喷 又要工作? 家裡不想吃到家裡 為什麼? 欸 有啊下午下課服役社有賣麵包 但是我以前 我以前學校的服役社是沒有買這種麵包的 9月20日戶外活動來著嗎 感覺不一定可以吃東西 對啊 我也覺得 去年沒有遇到粉絲珍蟲 你只有看到李家姊妹血淋淋搶粉絲 能想像那個畫面 這次握手揮應該是最適合 吃東西給陳雲康的機會 這句是還沒有到家不知道要吃什麼 喔這還沒有到家 我以為是 還不能回家嗎 是還沒有到家 迷迷小耳朵丸 是還沒有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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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 然後 嗯 這種到底是從頭還是從尾開始吃的問題 不是 雕魚少也 可退 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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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瑜之類的 安康瑜... 安康瑜? 安康瑜是什么瑜 安康瑜 啊我想起來要跟大家說什麼 可是大家會被我嚇到 也不是被我嚇到就是 哎呦恩康瑜是燈籠魚嗎 這那個嘴巴很大 燈籠魚 長得很像 很不像現實世界會存活的那種魚 就是我前幾天想到 我昨天想到一個問題 我昨天想到說 就是人不是會分泌唾液嗎 那今天如果你含 你含著 水在嘴巴裡面 然後你含著大概一個小時 那你嘴巴裡面的水會變得多嗎 就是你們覺得如果在嘴巴裡面 含一個小時的水的話 那嘴巴裡面的水會變多嗎 那如果嘴巴裡面的水會變多的話 跟沒有含的時候 那個 那個分泌出來的唾液量會相等嗎 就是 比如說 你含了一個小時的水 然後你分泌出來的唾液量可能是 5CC之類的 然後你沒有 嗯 你沒有含著 你沒有含著水的話 你分泌出來可能就是10之類 10CC 應該會吧 很想要做 很想要做這個實驗 而且我做這個實驗 我是不是就可以開剝一個小時 就是不講話 都不講話 然後 來看直播人就會覺得 這個人在幹嘛 我在嘴巴裡面含著水一個小時 嘴巴裡面的水會不會變多的實驗 然後就是這種情況 為什麼 你們知道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想到這個的嗎 我是在從自己家裡走到火車站的路上 然後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怎麼突然想到 你知道那個就很像 那個就很像小朋友會突然問爸媽的一些奇怪的問題一樣 就是我會 我是很常會蹦出這些有了沒的問題的那種人嗎 就是不知道從哪來的 一個奇妙的想法 為什麼會去想到這個 就會覺得 還蠻有趣的 所以應該要搜尋 唾液分布基底 跟口中水量有沒有正相關吧 嗯 過許 查得到這個嗎 查得到嗎 我真的很期待每週會見到你兩次 忘記工作的煩惱 好 這是我今天的心情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The zenith song 不知道我沒有想要知道答案的意思 就是 就是我們不知道小朋友很常會問一些 那個 沒有人在意答案是什麼 然後 也不會想要去 做的一些問題嗎 所以有時候沒辦法回答 小朋友所有的問題 不是因為 可能不是因為大人沒有耐心 或者是 大人的知識不夠豐富還是怎樣的 可能就是因為小朋友問的問題是像這種 不會有人在意答案是什麼 的問題 可是偶偶想想會覺得蠻有趣的啊 搞笑諾佩兒講 感覺嘴巴很痠 剛好跟看牙齒相反 我覺得應該會被提電的水量影響 但是不一定是口中水量影響 想要知道那些實驗的過程吧 就像剛剛 學生問的我就會回答 就像剛剛在跟小孩討論 拉普拉斯摩 那你真的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 有些 有些人覺得麻煩 就會直接說不知道 或是不重要 可是有時候我也會這樣子 就是 通常我是會回答 因為我妹也是一個很喜歡問一些 有的沒有的問題的人 就是我覺得這可能是基因吧 我們兩個是姊妹 然後我們常問一些 亂七八糟的問題 啊有一次我要睡覺了 然後 就是我這個 我已經躺在床上要睡覺了 然後我要睡早的時候 他就突然說 欸姊姊 我的指甲貼會發光耶 然後 我就跟他說你可以早上再跟我說嗎 就是 因為他貼的是 夜光的指甲貼 所以 在關燈的時候他就會發光 然後他就突然在我要睡著之前 突然跟我說 姊姊我指甲貼會發光耶 我就跟他說你可以早上再跟我說嗎 早上就看不到阿 可是我也沒有要看的意思阿 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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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他真的會問我很多很嚇的問題 很想要把 很想要把那些問題集結起來給大家知道 我現在看他還問過什麼問題 腦袋很跳脫兩姐妹 對啊就是 我覺得跟我妹講話 我已經被 就是 我們兩個講話 我跟我妹講話的同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會突然 跳到 就是很跳躍性嘛 我們會突然跳到一個 大家覺得可能毫不相關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 是 腦袋裡面是可以把它延伸出去的 就是 話題是這樣 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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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這樣跳來跳去 如果不是 就是 不習慣跟我們講話的人 會 沒辦法跟上 那個 我們為什麼突然跳到那邊去的感覺 可是我們跟 我們只有跟熟人講話的時候會這樣子 不然就是 我們只有兩姐妹對話的時候會這樣子 對話 我們跟 其他人對話不會這樣子 因為 其他人會突然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會覺得我們講話沒有連貫 就是會覺得 我們在講的東西 上下文沒有連結在一起 然後 我們是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其實 對我們來說是一樣的 對 可能講一句話 或是描述一件事情 你完全不知道 嗯 在講哪個特定的東西 或是他的主語是誰 的那種感覺 這是 聯想力非常豐富的 兩個人 兩個人 真的是跳 跳躍性思維 講話的 講話的方式太自由了 太自由了 現在亂七八糟的跳來跳去 因為有薪水嗎 不過 那個也不在你薪水範圍的事情 好像 那為什麼會這種活動辛苦你了 不會啊 就是兩個都是 狀態已經這樣切換習慣了 那會一起跳過去嗎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 就是 我們兩個如果在 對話的話 會比較傾向於 想到什麼 就馬上講出來 對 就是不一定會一直 在那個話題上面討論 可能會 突然跳出去 就是 腦袋會插入突然 突然插入很多的想法 不一定會一直 在同一個 同一個話題上 然後一直線的討論下去 就是 比如說 這個話題的 開始在這裡 起點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討論出的結果在這裡 然後通常我們 聊天的時候不會是這樣子 一直線 這樣慢慢的過去 我們可能 可能是這樣子 不然就是突然 到 聊到一半的時候那個 那個 路突然不見了 然後跑到別的路線去 那種感覺 然後那些結果 就不會變成只有在這邊 然後那個結果 就會變成 好幾種 就是 無限的這樣子 延伸出去的感覺 因為這個小孩是無範圍的學生 只要我知道的範圍內什麼都可以講 話題無限展開 對啊 不過有時候的確會挺困擾的 因為 腦袋就是 會突然 會突然插入一些 可能跟我目前在講的東西完全沒有關的事情 然後就會打斷自己現在目前的想法 所以 真的要 要好好的完整的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需要 全神灌注的在講話的 不然 腦袋會突然 跑到別的忙去 有些是 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腦袋的那個 這一塊會 運轉的特別的活躍 然後 是真的有在 你覺得有在發熱的感覺嗎 腦袋的這一塊 想很 想很多事情 要很有意思的叫自己 很有意思的叫自己睡覺 叫自己先不要想那一件事情 先放鬆 才有辦法睡覺 不然這一塊會 十足的活躍 完全沒有停下來過 所以可能我一陣子在講 一元二次 但是等等聊一聊 又去講 八二體原則 視覺關閉之後 其他的意思就會敏感起來 真的 這個我已經覺得 好 不要跟蔡雅恩一樣 不要偶包好嗎 別再直播做 我今天差不多直播要結束了 我今天差不多直播要結束了 我來跟大家猜一拳 希望我下次不要再遇到那個 奇怪的 奇怪的騷擾人的帳號嗎 大家最近 最近要多幫我們注意那個 奇怪的人喔 你們知道雨露不是 就是 雨露就是 感覺不太會罵人 然後 也不太會生氣的那個類型嗎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雨露在什麼情況下 會罵人的那種感覺 可是 我通常 就是我真的 要 我真的罵人的話 我還是會用這種 語氣在講話 就是 就是用 這種很溫柔的語氣來講話 可是我罵 我罵人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可以 是非常可以 傷到人家最深處的那種感覺 因為 因為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罵人的時候 我都會罵 很 很 很真實的點嘛 就是 會把那個人罵到 覺得自己好像 會覺得自己好像 做了一些什麼 滔天大罪 或者是 我真的很糟糕 我真的是一個糟糕的人 那種感覺 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歡罵人 因為我 一罵人 就是罵到人家最深處 所以我 就是都不會讓自己去罵人嘛 而且我也不怎麼喜歡罵人 可是 就是 對 剛剛就是 差一點點想要 差一點點 想要 對於這種 開奇怪的帳號去騷擾成員 的這個行為 做一些 做一些評論 這真的會 真的會太可怕了 我覺得 完全 完全不帶任何一句髒字 可是超級可怕的 重傷型 的 罵人方式 用道理講到人無敵之龍嗎 有點像是那種 對啊 所以我有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會被自己嚇到 就是會覺得 哇自己罵人的時候 怎麼那麼可怕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不喜歡 我就會不喜歡罵人 因為通常我 我覺得這個是相對的 就是 我在讚美 我在讚美別人的時候 我都會 很 就是 感覺不會像是很虛假的那種讚美嘛 我會很真心的在讚美別人 因為我會 很 我會 很容易看到人家很好的地方 然後 嗯 也不會過分的稱讚 就是 會 講到那個人 他可能自己沒有發現 然後 就是我會很細膩的 有辦法去觀察到那個人很好的地方 所以 相對的罵人也是一樣 我會很 有辦法罵到那個人最 就是最 深處 然後 他可能最不喜歡的地方 或是他最糟糕的地方 我就會很直接把它講出來 所以我罵人跟稱讚人的時候 都還蠻恐怖的 通常我是 罵人99.999% 然後 罵人0.0000001% 然後 那0.0000001% 就非常的恐怖 溫柔但又堅定的罵人嘛 感覺就像那種 語氣不像是罵人 但是 用的詞語真的是可怕到 那個人會深深的反省 自己到底做了什麼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在想 自己以後如果有個小孩 然後被我說叫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就是 媽媽到底有沒有在生氣 跟推講電話的時候 都被嫌不誠懇嗎 那我就來跟大家猜完 小孩多少會怕就好行事沒關係啦 這我已經頂教40年了 來跟大家猜拳吧 今天 哇今天好多人喔 那第一個 跟博弈猜拳 平手 平手 plus 輸了 再一個plus 平手 再一個 勝利 接下來是 接下來是 修者的 回猜 輸了 回猜 輸了 回猜 平手 接下來是 哈六桑 回猜 平手 然後 然後 欸 副尾 輸了 哈六桑 勝利 這樣我的勝率還是蠻低的 其實 我今天好像 我今天輸了 一 一二 三 四 我今天輸了四次 然後 勝利了 勝利了兩次 對 輸了四次 勝利了兩次 我的勝利好可怕喔 一路猜拳加油 運氣好像 用 用不在 沒辦法用在猜拳這樣 好吧 那接下來 念今天的 暫時分享榜 今天的第15名是 花生糖 第14名是 阿法 第13名是 第12名是 Akira 第11名是 落日以下 第10名是 CSH 感謝你們 接下來 今天的第9名是 新童貓 第8名是 欸 第8名 沒有名字的喔 喔 沒有名字的 神秘的 然後接下來 第7名是 Steven 第6名是 變成新鮮檸檬 第5名是 謝謝你們 接下來 今天的前三名 第3名是 第二名是 第一名是 修者 恭喜你們 哈利桑 おめでとう 然後 PLUS跟修者是 今天的1、2名 謝謝你們 今天的前三名 好像 是很少出現的 蛤 啊 又有人送了 那我再猜 繼續把它猜完吧 Martin 送了兩個 回猜 平手 平手 讓我勝利喔 拜託 再一次 平手 好啦 不要輸就好 下一個 再一次 平手 好 謝謝你 艾斯也送了一個 不 回猜 勝利了 yes 開心 可是艾斯第一次送我嗎 是第一次送猜拳的那個嗎 第一次送就勝利了 太感動了 謝謝大家 這是這個禮拜最後一次的直播了 所以我們 下一次再見面就是下個禮拜囉 大家這個禮拜也 加油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明天就放假了 而且差不多也快放暑假了 對吧 應該學生們很多都還在準備考試 要考最後一次的段考還是什麼的 所以大家加油啦 掰掰 掰掰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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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